嗨 大家好 忙了一個早上 過年前呢 是媽媽們最忙的時候 因為呢 每天都在 除舊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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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客廳完呢 整理房間 整理房間完呢 打掃浴室 然後整理廚房 每天呢 都整理不完的東西 我們今天早上也是 現在呢 終於到吃中餐的時間了 可是呢 我不知道中午要吃什麼 於是呢 我就上網了 Google了一個快速料理 懶人料理 就是義大利麵 大家有做過嗎 所以呢 今天我要來看看 這個料理實驗室 一鍋到底的義大利麵好不好吃 等等呢 就讓我們一起看吧 好 基本上呢 我來選一下我們冰箱 像目前有的食材有什麼 嗯 番茄 我準備的食材 然後呢 洋蔥 還有紅喜菇 跟什麼呢 嗯 啊 九層塔 然後呢 還有 來選一下 還有來選一下這個 米雞肉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再來準備一下義大利麵 我們就可以來煮中餐了 感覺好像還蠻簡單的 就是我希望這一道菜呢 不要花太多的時間 然後呢 也不用花太多的精神 去炒啊 去幹嘛的 嗯 希望可以成功 可以很好吃 好 首先呢 我們先準備一個洋蔥 我這洋蔥還蠻大顆的 所以我就用半顆的量 然後呢 把它切成這樣子 一片一片的 切好之後呢 我們就把它 鋪底在那個鍋子裡面 就是當作底 好 米雞肉的話呢 我們把它切成適當的大小 切成適當的大小之後呢 我們撒上一些海鹽 稍微抓一下 然後呢 我們再撒上一些黑胡椒粒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它鋪在鍋子裡面 好 現在呢 你們可以看到我鍋子裡面放了什麼 雞肉 紅喜菇 然後這是九層塔 跟 血管面 然後底下的話 我們鋪了一層洋蔥 但是 最重要的這個 番茄 這個還沒有放進去 番茄呢 我們先把它把它的頭給去掉 好 番茄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蒂頭給去掉 然後呢 稍微的屁股幫它切一下下 像這樣 切個十字 然後頭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去掉 然後頭的部分呢 我們把它去掉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它放進去我們的 正中央 這樣擺好之後呢 我們差不多就放進去 300cc的水 還有一塊無鹽奶油 好 我們倒入一杯水 OK 待會呢 就把我們的這個 放進去 等一下 等它跳起來就可以囉 好 放進電鍋以前呢 因為我怕它沒有味道 所以來加一些些鹽巴 增加一些味道 等到同時跟大家聊聊天一下 其實大同電鍋啊 真的是我們很好的幫手 就是有很多東西 很多包湯類的東西 如果說你的瓦斯爐不夠的話 其實用大同電鍋來煮它還蠻方便的 或說煮屋煮 煮屋煮就一定要一個大同電鍋啊 你可以用大同電鍋煮出好多好多好多的材料 所以基本上面我覺得 每個人家裡面都要一個電鍋 當然呢 就是跟大家聊聊關於大掃除這件事情 其實很多人就問我說 三寶媽你都怎麼大掃除 或說你大掃除的方法是什麼 其實我大掃除呢 沒有特別去用太多的清潔劑 我很愛用這個 小蘇打粉跟白醋 它可以清除很多廚房的油垢 我覺得非常非常方便 像我的排油煙機 之前如果說大家有印象的話 其實我排油煙機上面是很黑的 然後呢 我用小蘇打粉之後呢 你看 把它清得乾乾淨淨 外面的油垢的話幾乎都沒有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用小蘇打粉 然後搭配白醋 然後呢 還有溫水 它會產生一些化學效應可以溶解油污 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再來的話呢 就是過碳酸納 之前呢 我有在影片裡面曾經有測試過過碳酸納 怎麼去溶解洗衣機裡面的污垢 雖然沒有辦法完全清除的非常乾淨 但是呢 它的表層的污垢其實是可以的 針對像我們這樣的租屋主 可能沒有辦法花大筆的錢 然後去拆房東的洗衣機 其實我們都會用這樣的方式 來清潔洗衣機 所以大部分我都會用這兩個方式 那再來第三個是檸檬酸 檸檬酸也是我常常會用來清潔東西的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比較天然 然後不會污染環境 好 等等 就等我們的中餐跳起來囉 好 準備要開鍋囉 哇 剛剛我們放這個其實是要放螺樂液 可是因為沒有螺樂液 所以我們放九層塔 九層塔我們把它撈起來 因為九層塔遇到一些熱太久的時候 它就會黑掉 這樣顏色就不好看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它撈起來 味道是很香 但是到底好不好吃的話 這個就 嗯 待會兒要來試吃一下才會吃到 然後現在呢 我們要把番茄呢 把它用碎 然後呢 跟我們的所有的湯汁 然後呢 通通都拌在一起 然後呢 通通都拌在一起 好 這時候我們撒上一些帕瑪森的起司粉 黑胡椒 好 這樣我們一鍋到底的義大利麵呢 就完成了 看起來好像是這麼一回事對不對 應該還蠻美味的感覺 好 完成 我的義鍋到底 剛剛呢 在等的過程當中呢 我還趁機的休息一下 看了一下韓劇 今天是那個浮秀回來了的 那個 播出的時間 所以剛好偷偷看了一下 我剛剛上面有撒了那個帕瑪森的起司粉 所以很香 麵條還可以 偏硬一點點 如果喜歡吃 如果喜歡吃那種口感比較軟一點點的話 可能就要再燜久一點點 醬汁還不錯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吃一塊肉看看 嗯 有熟 好不錯 這個時候我這樣吃的時候 我就好想加一個東西 我要拿一下 吃義大利麵 我的最愛 Tabasco 好喜歡用這個 這個辣辣酸酸的感覺 超好吃的 味道應該會不一樣 嗯 好好吃好好吃 果然 還是要這樣加 小朋友呢我覺得可以多淋上一些番茄香味道會更好 這樣子算成功嗎 我覺得算蠻成功的耶 在家裡慢慢可以這樣煮 煮給小朋友吃 煮給自己吃 其實就不用花太多時間 零廚藝中的零廚藝 我要跟我小姑講一下 他也可以學的會 真的 大家都來學學看 今天的料呢你喜歡加什麼的話 其實青菜類都可以加進去 分享給大家 這是我臨時拍的 因為真的 打掃的時候很累 然後那時候一直心裡想說 我想應該有很多媽媽跟我一樣 有什麼方法呢 可以讓他們 可以跟我一樣 就是 累的同時 如果不想吃外食的話 有什麼方法可以變出一道 非常非常棒的料理 一鍋到底的番茄意大利麵 獻給大家囉 希望你們會喜歡 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分享按讚 打開小鈴鐺 下面的IG的話呢 有我的生活記事 大家可以去追蹤喔 還有 我們明天見 明天的節目也很精彩喔 掰掰 掰掰 好吃嗎 好吃 好吃 你再來 大口吃一個 鼻管麵 啊 好吃嗎 嗯嗯嗯嗯啊 口氣好吃嗎 鼻管麵比較好吃 鼻管麵比較好吃喔 鼻管麵比較好吃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